上个单元我们提到了 近来许多光电业者一窝蜂的申请室内余温暗场 有学者认为 如果能够借由室内余温养殖高单价水产品 或许也是转型的契机 但问题是室内养殖不只是高成本 也需要高技术 我们采访团队找到了在台南江军区 盖余温养螃蟹的养殖户连俊瑶 他已经砸下了五六千万元 透过余电共生 多了一份重电收入当然不错 不过连俊瑶也点出了现实面 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光电业者 都只想重电无心养殖 对于全台湾 现在突然增加了500多件室内余温的核准案 环团很忧心 恐怕将会沦为假养殖真重电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政府也冲太快了 所以造成很乱很乱 大家都要搞鱼链公司啊 鱼链公司免税啊 如果不改变的话一定会完蛋 会被淘汰 当然了我是算比较有勇气的这个机会 我就把它试看看 这个区域呢 我们准备明年做300MW起来 养殖地的精神 养殖为先 养殖做得好 太阳路只是附属 只是家子而已 想要让鱼电共生推动更有力 最具说服力的方式 就是赶紧运作出成功模式 我们这边一共有三户是立柱式的 那有两户是水面的那种光电板浮动式的 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们希望 借由这个育成基地他们所提供不同的养殖方式 能够给之后对这个产业有兴趣的业者 一些基础的资料 2019年起农委会水产试验所在云林台西 辟出10公顷的土地当作育成基地 无家厂商进驻 这里做的是室外鱼电共生 无论是立柱形或是浮发型光电 发电从来都不是问题 众所关注的焦点在养殖 农地使用的方式就是遮盖40% 但你所谓里面养出来的生物 要能够到达一般的平均的70% 那它才是真正农地的一个光电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有了 这个一些有些比较大的有长得不错 养殖户王坤河喜出望外 因为才养了半年的牛奶被竟然长到40克 持续养最大养到120克不成问题 肥美的牛奶被是餐厅烧烤店的最爱 一斤可以卖到350元 我这半年来的记录 它夏天水温比100%日照的低3度C 那冬天会高1度C以上 所以它的温差就不会很大 有光电板遮蔽 余温犹如多了一层保护 过往渔民靠天吃饭 凭借着经验池和老天作战 如今各种仪器 数据 科技化 操支在我的条件增加 养殖20多年的王坤河 决定和光电业者放手一搏 如果不改变的话一定会完蛋 会被淘汰 那当然我是算比较有勇气的啦 就是说有这个机会 我就把它试看一看 现在数据水温大概在19度 然后荣养在7.1 面对极端气候 养殖升级 科技转型 已经势在必行 台湾新的地方真的有必要转型 因为台湾以往都以 因为我们处于亚热袋 所以我们的养殖基本上 大概都属于比较偏 跟中高温型的一个水产品 可是事实上它碰到一个问题 它单价都不高 所以单位的一个绩效是不是很好 如果说可以藉由身内养殖 我们可以去改变 这里是我们清泄的育成基地 我们一月份才拿到使用执照啦 那这边是我们的育苗池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耳料池 小型的耳料池 余电公司呢 我一直把它定位是 它是帮我们设施化的工具 那台湾的产业 养殖育月要升级 就靠这一次机会了 原本从事营造业的连俊瑶 因缘际会下投入养殖 买下台南将军渔港附近的福地 盖起600多瓶的温氏坪渔电共生 他锁定高单价的青蟹 已经成功养出2公斤大 也取得水势所济转 总蟹的暴软技术 400克准 它暴软了 这样的话大概有400万颗软 这是行为性我在看螃蟹苗 把它放大你们才看得到 这螃蟹苗 对 它长这样子 放大20倍后 倾斜的幼苗清晰可见 连俊瑶的目标不是成蟹 而是更前端的蟹苗 绿色灯光下的白色小点都是 关键技术在如何提升蟹苗的预成率 功率很低啊 现在国外所有的paper 我看到的paper大概0.1% 不到1% 0.1到0.2% 那我们希望就是做到0.5% 0.5%的话就是有产值了 那做到1%以上就可以转转 顾县鸟就像照顾小baby 每4个小时喂一次 一天要喂6餐 养殖池24小时都得有人值班 每个月的开销至少50万 从前期研发到后期硬体 连俊瑶已经砸下了五六千万 室内鱼电高成本 高技术具有一定门槛 想要长期经营 养殖和发电得共创双赢 简单一点讲就是说 我们花一些这些设施呢 等于是台电在帮我们缴贷款 让我就有这些设施跟设备可以用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只是说确实它最大的门槛是 初期的投入资金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高成本的室内鱼电共生案 两年内全台竟然合备550案 有高达800多公顷的土地 都要盖室内鱼温 向来支持鱼电共生的连俊瑶 也不禁摇头 政府也冲太快了 冲太快了 所以大家都 反正先唱先赢 我就是先做先赢 所以造成很乱很乱 外面很乱就是这个原因 对啊 那大家都要搞鱼电共生啊 鱼电共生免税啊 不愿被他人牵着鼻子走 林俊瑶选择毒资 拒绝所有上门想合作的光电业者 我就问他一个出发点嘛 你是要种电还是要养鱼 十个里面我都认真讲 十个里面九个半跟我说他是要种电 我说种电你自己去种我没兴趣了 很多人就是不想搞养殖嘛 所以他就为了要种电而种电 就把整个产业往下拖了 它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也是很好的一个政策 真的是有人把他带骗的 室内鱼电其实是高资金 高技术门槛 那坦白讲也高风险 就是这个 这个养殖技术是更复杂的 大家都有一个疑虑就是说 到底台湾也没有这么多的团队跟量能 能做现在这个已经有500多厂的室内养殖厂 全台湾 假养殖真重电的质疑始终存在 农委会2022年底修正申请农业用地做农业设施 容许使用审查办法第21条规范 必须是既有余温且有养殖事实 才能设置室内光电 除了必须检据经营企划书 也规定产量必须达到过往养殖的七成 为什么我们要出来查核这些相关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一个正常的一个养殖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他们是不是有真的在做 七成这个数字是一个概念线而已 那主要是他也没有真的好好再投入到养殖 养殖不能被重点牺牲 中央授权地方政府派出第三方查核单位 按表单检释 如果不通过先辅导后撤罩 固定多少的遗址 大概需要用多少的水测 需要耗多少的电量 这个大概我们可以去评估 那如果说他没有真的在养 那这些的一个用电的数量 就会偏离正常的一个情形 如果是真的没在养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就会按照 农业容许的这个办法 我直接就是撤销这个农业容许的许可 后面跟着经济部的这个规定 他就会去撤销他的电业的这个许可 一整片一望无际的基桩 建构出全台湾最大的雨电共生暗场 这里是嘉义县布袋和翼竹的交界处 嘉义二十五线道 这个区域呢 我们准备明年年底前 坐300MW起来 差不多300多公顷 大卡车来回穿梭 尘土飞崖 总面积300公顷 相当于300座足球场大的暗场 已经动工约一年 这个面积差不多有两公顷 我们的发电大概2MW左右 那这个呢 三月底以前会并延 现在目前我们正在拉线 拉那个PV线 让这样去串并 在雨电共生备受质疑的氛围下 陈桂光是少数愿意面对镜头的光电业者 原来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我是家里很清寒的一个农家子弟 那我们最了解这个农家最怕的是台风爆淹水 这个会没有 而我用这个心对这块土地特别有感情 这个池子我们都是用圆形的 而我们这个养殖都是整个用科技的方式来做养殖 走进面积约一公顷的大温室 屋顶的太阳能板持续发电 场内有10个直径30公尺的养殖池 雨电如何共生 撒网来验收 这差不多35克 我们最大可以到五六十克 那35克这个我们的卖价 我们卖价啊 笑额不达的是商业精密 陈桂光从过去农电共生做到鱼电共生 曾经产赔数千万 之后自主种虾苗研究团队 专研水质监控病毒检测 甚至装设高科技的水下摄影 目标三年内产出6000顿白虾 占台湾总需求量的一成多 这是水底摄影机 我们随时可以监看虾的成长情形 有没有毛病也看得出来 第二个呢 它的大小也很清楚 我一个是一公分 那我多少个几公分也很清楚 先有鱼才发电 本末不能导致不可会言 多数光电业者醉翁之意不带酒 无心养殖 养殖地的精神 以养殖为先 那我们养殖做得好 太阳只是附属 只是家子而已 像我们现在在这里的养殖青年 差不多有将近20位 他们呢就是由我们培训他们 现在他们不但这里在工作上 他给我雇三公顷 我一个月给他五万块 就是我们发电量 每天的发电量都很清楚在这里 可以看得到 目前看起来差不多4.2小时 那整个下午到下午应该有差不多4.5小时 那前两天都在4.6 4.7 所以说我们这个发电量是非常非常好 甚至比夏天都好 以未来300公顷 鱼电共生岸场来计算 发电量上看300MW 陈桂光的规模是高达88亿的连带岸 甚至吸引日本公司入股 若以养殖和卖电同步运作 初估也要12年才能回本 这样的时间和规模 是一窝蜂投入室内鱼电的业者 必须考量的风险 雨后春水出现的室内养殖池 那会不会这些最后都烂尾 可能养了两年 而发现根本养不下去 就变得只中电 只留着防止中电 那里面其实没有养殖 鱼电共生至今在全球都没有成功模式 有心投入的业者 期盼成为开拓新局的新创者 但距离量产规模化商业化还有一大段路 养殖和绿电如何共生共荣 有待时间验证